前面我们说了中餐烹饪的调味高功火厚 我想我们再来看看中国人一些特有的食材 很多外国的朋友可能都有这样的看法 为什么中国人什么都吃 现在我们就来讲一道只有少数国家食用的食材 这道菜叫葱烧海参 先讲一下海参是什么 它是一种无脊椎动物 生活在水温很低的海底 它全身黑褐色 长了很多小小的触手 平时以过滤沙子为食 海参的家族已经在地球上生存了六亿年 但迄今为止 除了西班牙人之外 世界上只有中国人善于烹饪海参 这个历史甚至可以追溯到2000年以前 根据资料 在世界上有1100多种海参 但是只有40种可以食用 其中20种在中国的海域里都有分布 因此中国人从很久之前就开始食用海参 在三国时期的史料记载中 我们就可以看到古人对海参的描述和烹饪记载 不过当时的人们只会用火烤 还不能完全了解海参的美味 所以古人称它为土肉 中国人真正大范围开始吃海参 是从元代开始的 随着烹饪技术的发展 人们逐渐掌握了海参的烹饪技巧 明清时期出现了大量烹饪海参的食谱 海参也越然成为贵族高级宴席中的佳肴了 那么据我所知 除了中国之外 食用海参的国家非常少 大概有日本、韩国、西班牙 还有东南亚的少数国家 日本人和韩国人吃新鲜的海参 那么中国人吃海参的方式就很多了 广东人吃脆皮婆参 辽宁人吃凉拌海参 但如果说最可口的海参 中国人一致认为 那应该是辽宁产的干海参 新鲜的海参捞上来 不易储存 既不能冷冻 也不能常温存放 操作不当 还会变成一滩水 所以必须尽快加工 人们最初用石灰把海参腌制起来 再晒制成干货 是为了更好的保存食物 却意外发现 干海参在泡发后 会有一种软糯的口感 风味物质更加浓郁 这是新鲜海参 所没有办法逼拟的 直到今天 这种来自辽宁的 晒干的海参 依然是一种备受追捧的食物 叫辽参 再要介绍一下的是卤菜 卤菜是中国八大菜系之首 在过去很长时间里 它一直统治着中国的北方 今天我们要讲的这道葱烧海参 就是一道卤菜的代表菜 做这道菜之前 需要先泡发海参 也就是烹饪海参中 最重要 最花时间的工序 干海参在水中泡发后 体积可以变大三到八倍 全靠厨师的经验掌控 泡发的时长 北京著名的料理海参的师傅 大董 他做海参的经验是 一斤干海参 泡到六斤多一点 这样才能保持口感中 既有粘糯又有Q弹 在我们发这个海参的 干品的海参的时候 不要发的过大 这海参恰的好处 那么你比如说它正好是发到六斤 它伸开腰以后 里边没有水再往外走 所以你在喂这个胃的时候 它这个胃能往里走 这道菜中的另一个主角是大葱 在中国调味是一门学问 而葱 姜 料酒 是中国菜的基础为行 人类吃葱的历史 非常久远 中国人也有非常多的葱类品种 他们自己也形成了一套用葱的学问 比如说 炝锅要用细长的香葱 烹饪鱼肉 需要叶片扁长的九葱 而做葱烧海参 则一定需要葱白更长的大葱 大葱的原产地 在中国的西部和乡邻的中亚地区 这算得上是中国最早栽培的蔬菜之一 中国大葱的首都 应该在山东的张秋 这个地方产的大葱 又高 味道又好 辣味不是很浓 葱白非常长 脆嫩可口 在中式餐饮有呛锅一说 而葱就是呛锅最重要的调味料之一 其实意大利烹饪也有呛锅 但是他们用的是洋葱和大蒜 一根葱分成葱白和葱绿 葱绿带有轻微的辣味 一般葱绿的处理方法一种是切断 起锅前快速拌炒 或者是切葱花 上菜前加入搅拌 而这几种做法 基本上都是在使用葱本身的气味 葱白比葱绿更加耐烹饪 所以我们在早期就把葱白放入锅内 一起烹饪 充分烹饪的葱白中 含瘤化合物会完全消失 口感变得有些清甜 充满香气正是搭配海参的不二选择 由于海参是昂贵的食材 葱少海参选用的葱会更加讲究 首先葱油是用葱根晒干后 再进行背干 然后用低温熬制的葱油 它的味道会更加浓烈 第二 他用的葱白只用大葱最下部不到五公分的两刀葱白 那是完全非常清甜的部分 中国的厨师在烹饪葱烧海参的时候 只取葱白切成寸段 因为一寸的长度恰好是人张嘴的直径 便于咀嚼 他们将葱白用小火慢慢炸成金黄色 熬出焦香的葱油 然后再用姜丝 盐料酒和糖烹烧海参 并加入葱白一起烹煮 在盛锅出来的时候 将熬好的葱油淋在海参上 葱香四溢 海参显得光亮剔透 这就是我们说的明油亮芡 关于明油亮芡 我可能要再多说两句 为什么是明油亮芡 中国菜为什么要勾芡 中国古代的先民是以素为主食 而素米煮出来的饭口感粗利 被称为干饭 人们吃起来比较困难 尤其是下咽的时候 于是把小颗粒的穀物磨碎 煮成汤羹 再加上芡食 一种富含淀粉的植物籽食 大家发现 这种汤汁就会变得非常的滑腻 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下咽 因此中国人在漫长的时光里 也逐渐养成了对滑这种口感的偏爱 并且逐渐产生了中国烹饪料理方式的独特手法 也就是勾芡 滑和干 在很长时间都是早期中国人最基本的两大美食标准 在今天的中国 从少海参这道菜 依旧是一道昂贵的菜肴 一方面是由于食材的稀有 另外一方面也是因为它对厨师烹饪技术的要求非常高 我希望通过这么多的解释 让大家知道 如果你不仅喜欢海参的口感 更喜欢葱烧海参的味道 尤其是你敢于加一筷子 颤颤巍巍的 这种你从来没有吃过的食物 那么我相信你是真正领略了中餐 如果说松鼠桂鱼在中餐里刚刚入门的话 敢于吃并且喜欢吃葱烧海参 说明你真正了解中餐了